温馨提示, 是呀, 我们又讲 TVB 不适合看、不适合听, 不要浪费时间 留言注意试课, 又爆粗又讲政治 玩人身攻击还开名, 全部禁止 每集留言功能两日后关闭 想讲两句, 手法有, 手慢无 很久没有录上集补充劑 提一提大家, 今日我的目标是三连法 希望可以有三集更新, 会不会太密 上一集, 讲到林二汶 朋友见到标题, 已经吓掉了 说这些, 会不会太敏感呢? 的确, 我是思前想后了一两天 怕死的飞天爷爷, 样子又曝光了 会不会真的应该修炼一下呢? 有朋友问, 你喜欢林二汶, 你支持他 也有人问我, 你意思是否 不要投靠商台和隔离台呢? 正如我的Facebook 所写 四个单位都不是我偶像 没有买过他们的唱片 平日都没有听他们的歌 只不过是不讨厌 目前为止, 四个都不是我真正的杯茶 林二汶事件, 我不是支持林二汶 因为节目最后的三句说话 都是对付仇者联盟的这么多人说的 条路是自己选择的 当日选择哪个平台呢? 是各人的选择自由 有得有失, 即是做生意 赚钱时就笑哈哈 虧钱时又不好怪人 上一集, 非天爷爷只是借题发挥 留意到, 假如有这样的选择 就会有什么风险 投资一样, 有利有弊, 自己选择吧 我意思是否不要投靠商台和隔离台呢? 又不是啊 每个歌星都拥有选择 如果我说不要投靠哪个平台 只可以投靠TVB的话 我只不过是另一种霸权 歌手觉得商台的取向適合自己 觉得隔离台的风格更適合心意 大家合作得开心 要倾向哪一边是有自由的 只是我们观众或乐迷 可以有选择听和不听 看和不看 分别就是我不需要骂你 不需要骗你 这就是我们和黑粉的分别 所以, 就算有一天 圣梦里有人转会过隔离台 又或者成为了商台的好朋友都没问题 可能有更好或更适合心意的发展 人各有志, 为何阻挤人呢? 到时是这样的时候 你才再想听语不听 非天爷爷很多时候都是看不过眼 只想市场可以公道些 气氛可以好些 至于近日, 对于林二汶各种指控 情欲短信 我真心好奇买好花生等 你们都说我好色 那算是支持还是不支持他呢?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话要说的? 有, 来我另一个频道 是这样的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见到 记得订阅 哈啰, 我是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 听歌, 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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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和今次的车角色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按这个链 下一次更新的话就会通知你 最好帮我分享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